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吴芝秀 欢迎收看日文一的节目 那么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日语描写存在所在的句型 那么首先在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欢迎邱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老师 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动词句哦 那今天的单字也很多 句型也不少 所以我们要一起很认真的来学习 好 那么谢谢邱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3讲 うちの近くに公園があります うちの近くに公園があります 的这个句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字 那么请同学们跟邱老师来练习 一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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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男子 男子 女子 カバン キ キ クタモノ クタモノ 靴 靴 公園 公園 子供 子供 コンビニ コンビニ 財布 財布 下 下 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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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図書館 図書館 庭 庭 庭 飲物 飲物 前 眼鏡 野菜 冷蔵庫 それから それから 好 那么以上是这一课的单字 那么里面出现了很多方位的单字 譬如说前面叫做前 后面叫做後 上方叫做上 下方叫做下 等等的单字 那么同学们可以把相对的 或者有关点单字 放在一起来记 那么可能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课的句型文法 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句型是 うちの近くに公園があります 那么这里出现的是名词加上があります的用法 那这里あります它是一个动词 表示存在 那么在我们这一个课程里面 它是有的这个用法 那么中文的意思就是 有某一种事物 那这里あります的话呢 用在表示是或者是物 存在的这个句型 那么在句型当中的足语 我们用助词用が 用が来表示 那么让我们看例句 例如说 冷蔵庫があります 冷蔵庫是指冰箱 那么有冰箱就是名词加上があります 冷蔵庫があります 好 那么在句子里面呢 aにbがあります 这个句型当中 它的中文的意思是 在某一个地方 有某一种东西 那么主词的话 我们用助词 在が来表示 那么场所的话呢 我们就用助词 に来表示 那么例句我们来看 部屋にテレビがあります 在房间里有电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讲的是 場所に動詞があります 的用法 那我们来做练习 うちの近く 公園 那么淘汰句型里面来 会变成 うちの近くに公園があります 在家里的附近有公园 病院の前 お弁度屋さん 会变成 病院の前 に お弁度屋さん があります 在医院的前面 有便当店 図書館の前 本屋 会变成 図書館の前 に 本屋 があります 在図書館前面 有 书局 駅の後ろ 公園 会变成 駅の後ろに 公園 在車站的后面 有公園 好 那我们第一个句型 讲到的是 場所に 东西が あります 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个句型 两种东西 两种名词的并列 那我们来做这个练习 机の上 電話とパソコン 好 那么把它套到 我们的句型里面来 会变成 机の上に電話とパソコン があります 好 在桌子的上面 有電話跟电脑 机の下 カバンと靴 好 那么会变成 机の下に カバンと靴 があります 在桌子的下面 有包包跟鞋子 用托连接 カバン跟靴 这两个名词 冷蔵庫の中 飲物と 果物 那么变成 冷蔵庫の中に 飲物と 果物があります 在冰箱里面 有饮料跟水果 那么这个 中是指 在中间的意思 在冰箱的里面 有饮料跟水果 这两个名词 用ト来连接 うちの近く スーパーと 喫茶店 那么会变成 うちの近くに スーパーと 喫茶店があります 在家的附近呢 有スーパーと 喫茶店 这两个东西 把スーパーと 喫茶店 用ト来连接 好 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 常所に东西があります 的句型的用法 那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 好 那刚才我们学到了 常所に 然后名词的话 用ト来连接 名词的这个用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 第三个句型 冷蔵庫の中に 野菜や果物や 牛乳などがあります 的这个句型 那这个句型呢 是属于 部分列举的用法 那么从许多的 事物当中 选择两三件 比较代表性的东西 来加以叙述 那么中文的意思就是 表示什么什么 等等的这个用法 那么其中这个 など 是可以省略掉的 那我们来看例句 在桌子上面呢 有书 有手机 还有铅笔 等等的东西 那么这里的 など 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句型的练习 那么套到句型里面来 会变成 冷蔵库に 野菜や 果物や 牛乳 などがあります 冰箱里有 青菜 有水果 有牛奶 等等的东西 那么这里一样 这个 など 是可以省略掉的 学校の近く 郵便局 喫茶店 本屋 好 那么句型会变成 学校の近くに 郵便局や 喫茶店や 本屋 などがあります 在学校的附近呢 有邮局 有カフェ厅 还有书局 等等的东西 好 这里 など一样 是可以省略掉 公園 池 木 花 会变成 公園に 池や 木や 花 などがあります 在公園里 有池塘 有树木 还有花 等等的东西 那么会变成 在书包里呢 有钱包 还有伞 还有眼镜 等等的东西 那么这里 など一样 是可以省略掉 好 那么这个句型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 呀的这个用法 这个呀 用的是 部分的列举的用法 跟と是不相同的 那么と的话 是把它 每一个每一个 都要讲出来 那么呀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从里面 选几个 来当做例子 来举例来说明 那我们来看 下面第四个句型 声に 子供がいます 的这个用法 那这里的话呢 名词加上 がいます 好 这个います的话呢 它是个动词 表示存在 那在这个 我们课本里面 这个单元里面呢 也是有的这个用法 那中文的意思就是 有某一个人 某一种动物 います呢 就用来说明 人或者是动物 存在的句型 例如说 犬がいます 有小狗 那么在句型里呢 aに bがいます 那么这句型里面 中文意思就是说 在某一个地方 有人 或者是某一种动物 那么主语的话呢 我们这里用 著词用が 来标示 那么场所的话呢 我们用著词 用に 来标示 例如说 事務室に 田中さんがいます 在办公室里 有田中先生 好 那么这地方 请同学 留意的是 这个います的话呢 是用在 人 或者是一些 动物的场所 这种场合里面 那么あります的话呢 是用在 事物的场合 所以请同学 我们要务必要留意 那么来做这个句型的练习 公园 子供 那么会变成 公园里有小孩 房间里有男孩跟女孩 这里用と来连接 男の子 と女の子 这个男孩跟女孩 私の前 彩子さん 那么会变成 私の前に 彩子さんがいます 在我的前面呢 有彩子さん在 好 再来 庭に犬と猫がいます 好 在庭院里呢 有小狗跟小猫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只有两种动物 所以用犬と 用と来连接 这两个名词 犬と猫がいます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学习到的就是 場所に 东西があります 或者是 場所に 人 或者是动物が います 这两个句型用法 所以请同学 我们务必要留意 把あります跟います 使用的场合 要分开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的是 生活的短句 那么我们先看来 VCR 一階一階です 啊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いいえ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好 那么这段绘画的场景呢 是在车站前面 那么他们在询问 这附近 有没有便利商店呢 那我们来看 这个绘画的文法说明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なんですか 好 那么这个すみません的话呢 用来是开口 在请问的时候的一个用法 对不起 我请问一下 はい なんですか 是的 有什么事呢 有什么事呢 なんですか 所以我把它主题化了 把它提出来 当做主词 所以这里把 が改成了 わ いいえありません でもすばがありますよ いいえありません 那这里的ありません的话 是あります的否定型 所以有就是あります 那么没有就是ありません 不 没有 でも 这个でも 它是指一个 逆态的用法 但是 它是个接续词 但是怎么样呢 すばがありますよ すば就是supermarket 就是我们讲的超市 すばがありますよ 但是它有超市 所以没有便利商店 可是有超市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有 这个有要请同学留意 它是个语尾注词 用来做告知的用法 对方不知道的时候 我来提醒他 我来告诉他 这个时候我们用有 すばがありますよ 可是呢 有四把哦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这个地方そうですか 一样是语尾要 语气要往下调 是这样子 原来如此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那它是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时候的それ 代替的就是这个四把 这个时候这个それ代替的四把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那么这个四把它在哪里呢 在那个白货公司的地下一楼 这个时候我们用 あのdepart表示这个depart 离这个说话者还有一点距离 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我们用あの あのdepartの近一階 近一階就是指地下的一楼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原来如此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啊 应该不要拉太长 是个单音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个地方我们把 arigatou gozaimasu 改成 arigatou gozaimasu 用在问话的时候 表示我们进行这个绘画之后 我们就要分开了 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不不客气的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问候语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不客气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刻的绘画的 文法的说明 那么请同学们呢 跟着老师一起多练习几次 那么利用机会尽量在日常生活里面来运用 好 那么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 我们再来练习一次 这样皆さん一緒にどうぞ 皆さん一緒に練習しましょう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はい 何ですか はい 何ですか この近くにコンビニはありますか この近くにコンビニはありますか いいえ ありません いいえ ありません でも スーパーがありますよ でも スーパーがありますよ そ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あのデパートの地下1階です あのデパートの地下1階です あ そうですか あ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いいえ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いいえ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好 谢谢邱老师 那么请同学们呢 在日常生活里面多加的练习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 那我们今天課程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这个 場所的存在句的用法 場所に動詞があります 或者是場所に人 或者是動物がいます 那么请同学们多加的练习 那么为了加强同学们的意向 那我们再把VCR 我们再看一次 すいません はい なんですか この近くにコンビニはありますか いいえ ありません でも スーパーがありますよ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あのデパートの地下1階です そ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いいえ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同学都練習得非常好 那么请同学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多加使用日文 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 请同学们多多的加油 那么接下来是 你知道吗 People in Japan 的 单元 我们欢迎蔡清雨 蔡老师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我是小玉老师 たまちゃん先生 带你一起了解真正的日本人 好话大家都喜欢听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吝啬的 说出好话 让周围的人都开心 接下来我们要有三句具有代表性 讓你能够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精髓的形容词 可以用在跟我们周围的人 让我们大家每天都会非常开心的过日子 让每一天都能够有好心情 今天的第一句话就是 かわいい 你有没有发现日本女生很喜欢说かわいい 这是一句超万能的精致好话哦 其实男生女生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相信每个人听到都会很开心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今天晚上约会 不论女朋友怎么穿 见面 马上来一句かわいい 男朋友送的礼物 不管里面是什么 马上来一句かわいい 打开一看 就算是香肠好了 也要面不改色的说 大好きです 我最喜欢吃香肠了 这样子呢 才能够保佑两个人甜甜蜜蜜 勇于爱和 基本上 我们把かわいい都翻成可爱 但是日本人的かわいい所包含的意思 其实比中文的认知来得更广泛 不只是可爱 还有漂亮迷人的意思 而且年龄也不是只有对 十几岁的小女孩说哦 我们也有可能会听到 四十几岁的阳光大男人 会很开心的对四十岁的小女人说 かわいい 这一点都不会格格不入哦 换做英文来解释的话 与其说是cute 倒不如说是charming 来得更为贴切 说到可爱 你喜欢Hello Kitty吗 它在日本叫做Kittyちゃん 这只没有嘴巴的小猫咪 真是太かわいい了 说实在的 日本的东西都好可爱哦 不论是去京都的清水寺 Kiyomizu Tera 还是去东京迪士尼乐园 Tokyo Desirado 总是像得了诗心风一样 一直买一直买 就算是知道信用卡都要刷爆了 这个月肯定得当月光仙子了 还是忍不住的自己购买的欲望 Kawaii这一句话 除了说东西可爱以外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 像是以前的早安少女组 现在的AKB48都是可爱教主 不过这些像少女漫画清纯俏丽的小姑娘 也不是靠着脸蛋一夕爆红的 早在很多年我在日本的时候 其实就看过他们了 我心里想 这么一大票人怎么表演啊 光是集合点名48位小姐 就很麻烦 跳舞跳到一半 少一个观众可能都没发现 但是经过长时间 严格的训练和努力 AKB48表现 竟然有办法站上了日本艺能界最高荣誉 NHK红白歌合战 我相信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绝对不是裙子穿的短短 绑绑蝴蝶结就可以了 Kawaii的背后 其实是辛苦和汗水 对于日本人来说 我想Kawaii的这个概念 他们是用永续的理念在经营的 Kitty-jang的背后 应该是有几百位专业的行销人士 东京迪士尼乐园 Tokyo Disney Land 更是硬体可爱 服务也可爱 最近在日本有个畅销书 就是在研究 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经营模式 假如你问迪士尼的工作人员说 你拿着扫把在扫什么 他会跟你说 我再扫掉下来的星星 所以我在想 能够塑造出这样子不做作的可爱王国 靠的应该就是 升值于人心的真诚和感动 去年当日元升值 各个产业界的股票一直往下跌 甚至企业界的龙头 Toyota的股票也不例外 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母公司 Oriental Land 却有办法不停地往上涨 股票连涨了快三倍 米老鼠 Miki-chan 可爱的魅力果然无法挡 你今天也学会了吗? Kawaii 可爱 漂亮 名人 Kawaii 我是小鱼老师 Tama-chan-sensei 我们下次见 皆様 ごきげんよう 好 那么最后是怀念歌曲单元 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Sakura 欢迎国芬老师的演唱 还有国芬老师的讲解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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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山もSakura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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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みなさん、お元気ですか。今日の歌は、さくらです。 日本の代表的な歌として、国際的な場面で歌われることも多いのが特徴です。 一番の歌詞では、見渡す限り、野にも、山にも、里にも、桜の花が満開である様子を歌っています。 二番の歌詞にある、やよい、とは、三月のことです。 いざや、見に行かん、とは、現代風に言えば、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となります。 では、みな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